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座 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向大家介绍了 多搜索加分页的一些操作 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阿贾克斯在项目中的应用 阿贾克斯呢 是现在互联网项目中 常见的功能 也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功能 那它的流行趋势呢 在逐渐的增长 几乎在所有的咱们成型的项目中都能看到阿贾克斯的身影 包括咱们后期做的项目也不例外 当然了 阿贾克斯的一些工作原理 以及他的开发步骤 那在前面咱们课程中呢 都详细介绍过 如果大家对阿贾克斯没接触过 你可以看一下前面咱们课程中的阿贾克斯的一些视频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要把阿贾克斯的使用功能简化 因为前面咱们学阿贾克斯的时候 是呃 它的步骤非常繁琐 创建对象就十几条代码 然后呢 呃 每次请求的过程比较固定 然后几条代码 然后每次接收的时候 也比较固定 然后也有十几条代码 所以呢 咱们现在呢 将阿贾克斯呢 封装成了这个阿贾克斯一个对象 我们通过他对象实例 就可以简化阿贾克斯操作 那你只需要把这个GS文件包含到你项目里边 就比如说 我这话随便做一个 Demo. 我假设说 我现在建一个目录 Demo目录 然后我在这里边 做一个test.html的一个文件 我只要在项目里边能包含 html包含这个阿贾克斯 这个文件 我就可以任意使用它了 比如这话 HED 斜盖HED BODY 斜盖BODY 然后 比如说 我这话 用一下 script包含src 比如说当前目录下的 阿贾克斯3.0.gs 包含这个文件 斜盖 script 就是简化咱们前面的过程 那我们把这个文件 复制到 这个目录下 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在代码里边就包含了这个阿贾克斯文件 然后我们就可以 简化这个阿贾克斯的应用了 这个功能呢 我是防 防 那个解块的功能去写的 因为解块里边阿贾克斯那功能呢 是比较好用的 然后呢 咱们这个呢 功能很像解块的一些使用 很像解块的使用 但是呢 有比解块强大的地方 否则呢 咱就不用它了 直接用解块的不就更好了吗 还省着自己写了 所以以后大家 在什么场景下 使用这个阿贾克斯 这个gs文件 而不用解块里 比如说 因为解块里 它是gs写成的一个东西 那它作为一个框架的话 必须得浏览器将解块文件下载到客户端 然后我在页面的DOM里边才能使用 那想象一下 如果在一个网站首页要求请求速度非常快的情况下 要求请求速度非常快 那么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如果解块那文件假如说有100K的话 那它需要下载100K的东西到客户端 然后再使用 而且在首页里边拥有的特效还不多 那建议这种情况就尽量不用解块 记着什么情况下不用解块 网站的那些要求请求速度比较快的 应用的特效还不复杂的 那你直接怎么的 用gs或者用DOM去操作就可以了 而不要使用解块 而如果你做一些办公系统里边需要特效非常多 那这样的建议你用使用解块 而这个阿贾克斯呢 它就是一个小巧的文件 那比如说解块有可能100K 那咱们的阿贾克斯才3K 而且里边我还没有用工具把它整理 比如用工具我把注释都去掉 把空格都去掉 然后要画上都去掉 那基本上在1K多就可以搞定这个文件 那想象一下 同样可以用到阿贾斯功能 一个是下载1K多的东西 一个是下载100K的东西 那肯定下载1K的会快一些 所以呢我专门为咱们后边开发的项目 写了这个阿贾克斯3.0 这个文件 其实这个3.0的目的就是 直接说阿贾克斯.js呢 有可能说你不太理解 加3.0的话呢 有可能就区分一些传统的阿贾克斯 那个叫法而已啊 也是对他做了几次改动而已 那这个怎么用呢 首先我如果想用阿贾克斯 很简单 因为阿贾克斯的原理 咱们前面都说过了 我这里边只是介绍一下应用 直接调用 这个里边有一个方法 叫做阿贾克斯 这个方法返回来的就是阿贾克斯地下 就是阿贾克斯地下 或者是我们直接用的时候 阿贾克斯它也是一个阿贾克斯地下 所以呢你可以直接返回来 给一个变量 也可以直接使用 它里边有两个方法 用阿贾克斯的get请求服务器 和用阿贾克斯的post的方法 请求服务器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模拟录览器 用它就能一步请求服务器 让服务器去执行 一步去请求服务器 让服务器去执行 那看一下 get的方法和post方法 用起来都很简单 get的方法里边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要请求的URL 就是服务器的位置在哪 通知服务器去执行 如果服务器有返回值的话 你用faction这里边接收数据 参数 那这里边的 这个DT就是服务器端的所有输出 都在这个变量里边 你可以把这变量摆在页面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做到 如果需要传递数据的话 通常我们在URL这块传递数据 比如请求服务器端的demo.pp问号 传一个a等于10过给服务器 那这个阿杰克斯就会帮我们 请求这个服务器 demo.10根据10去搜索一些数据 把结果会给它 我们这话就可以谈出结果 那阿杰克斯post的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边可以用 demo.pp去写 当然如果传递数据的话 不是在第一个参数 post的有三个参数 那第二个参数 可以支持两种格式 一种格式 比如说是a等于10 传一个 这个辩论过去 然后用underfoot隔开 b等于20 可以传两个数据 两个参数 给demo.pp 也可以使用阶层格式 因为咱们大部分用的是 阶层格式数据 所以在这块a冒号10 斗号b冒号20 通常建议使用阶层格式 就是加速对象的那种格式 这样的话 同样会把数据 传给demo.pp 那同理 如果服务器有输出的话 因为每个参数都是可选的 如果服务器 有输出数据的话 那同样加个回调函数 那服务器就会把输出的数据 放到gs的这个变量里边去 同样我可以弹出dta 那这些功能呢 其实跟谁都是一样的 这些功能其实都是跟 嗯 解query 这功能很相似 好 这是功能 比如说我们简单用一下 假如说 那我们现在 在这块做一个按钮 input 类型等于 啊 button 然后 v流值等于 啊 加载数据 这样的一个按钮 很简单 当我点击的时候 on click 点击的时候 掉一个 呃 售方法 显示的方法 那我现在需要做的是 在gs里边 做一个方法 售方法 比如说 我一点这个方法 用get或者post 请求服务器端的 假如说 demo.pp 这个数据 那 这里边 我就输出 一项w 我用get的请求 和post的请求 两种形式 你看一下 都可以达到我请求 这个服务器输出 一项w的目的 那假如说 我现在用阿解克斯的 get的请求 请求 demo.php 当然我没存参数 然后返回值 给谁啊 给d.t 弹出一个 d.t 现在我一点按钮 就会弹出服务器端的 输出的数据 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 如果我直接用 浏览器访问 就是pp下边的 demo下边的 demo.pp 它会输出给浏览器 但是如果我用 test.rtml 防rtml页面 我改一下边码 加载数据 就会用阿解克斯请求 传递给 把这个数据 传递给阿解克斯 那同样这个方法 我可以改成谁啊 改成post 改成post的 第二个 如果我没传数据的话 我可以第二次传空 那同样可以得到 相同的效果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些细节 什么细节呢 尽量别这么去做 在全局的阿解克斯 等于阿解克斯对象 然后这块 来一个 阿解克斯 有可能这样做的话 效果没问题 也能跟刚才能实现相同的效果 但是这样做 比如说阿解克斯是公用的 每次点击的时候 调用这个 那这个上面是全局的 那都是全局的 只用了一次 然后反复用不就可以了吗 但这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本次不成功的话 那阿解克斯对象呢 就会保存前一次的一些预留的结果 所以呢 你很难看到效果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说 你在用阿解克斯的时候 尽量 每次用阿解克斯的时候 都是创建一个新的阿解克斯对象 那也就是我把它放到这块了 来 这就是每次创建一个新的阿解克斯对象 这就是 因为我每次都调用这个方法 而这个方法里面 每次都重新出入化一次阿解克斯对象 这样的话 就不会出现 这一次操作的是上一次阿解克斯请求的结果 所以建议大家 每次阿解克斯独立的去创建对象 这是很有必要的 而不要用全局的方式去做 当然存参数的后边咱们再具体的说 这是阿解克斯 get和post的一个请求的一个用法 就是后期可以通过人为的去把数据加带过来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功能有的时候跟解块很相似 那我们说 它的功能能不能再具体多一些呢 可以 那就是什么 我们前面说的 我们我这会儿为什么用构造方法的形式 类似于方法的形式 这会儿我们可以使用参数 什么参数呢 如果我这会儿传的第一个参数是html 那么这里边接收到的数据 就是服务器端给我们发回来的什么 就是服务器端给我们发回来的整个网页文本 如果第一个参数 这一共有三个参数 一共有三个参数 分别是html和xml和json json三种不区分大小写 你大小写都可以 那如果是html 那服务器 服务器返回 文本 如果是xml 服务器返回 xml 文档 对象 如果是传组参数json 那 返回来的 就是json 对象 我们来试一下 第三个参数分别试一下 因为你只有把这个用好的话 在咱们后边项目应用的时候 你才能理解这个问题 好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假如我用get用post的这个无所谓了 用什么都行 从头写下 阿甲克斯 里边 如果是html 你看一下 点 get 请求 demo.prp 返回的值 主要是返回的值 dt 我先 弹出一下它的类型 这是弹出它的类型 我再弹出一些数据 好 现在呢 默认的和你不写这个是一样的 现在就传文本 我现在输出的 加载数据 重新刷新一下 网页上有个错误 看一下 faction dt 这个 a应该大写 好 加载数据 是一个自乎串的类型 然后内容是这个 我们看到了 那如果我这块 传的是 插门 那我先请求一下 先还是用rtm方式 请去插门件 当然这块 我可以写一个插门件 也可以 在咱们页面里边输出一插门件 都可以啊 比如说 我两种方法都写一下 假如做一个 user.xml文件 你看一下 插门 问号 vrsl 版本等于 1.0 然后 encu.ing coding等于 utf u-8 插门件 头一行 必须有这个 然后 最外层 比如说我叫的 用户 s 斜杠 us 然后 里边存一个用户 斜杠 用户 然后里边存一个 name 斜杠 name 好 这是一个 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插门件 好 这插门件 咱们关掉 叫user.xml 那我们在这儿画 如果我用这个 rtm请求 我这会儿换成 users.xml 看一下 什么效果 哦 这个文件名叫user 啊 写错了 叫user.xml文件 照信一下 你看字幕串的一行的 整个插门件拿过来了 那我们用插门件 目的就是用这个 呃 它的格式标记的内容 所以呢 整个插门件 这是一个文档 这是一个文档 咱们在用插门件的时候 你画个图 看一下这是整个网页 这是 呃 服务器 我们通过浏览器地址来 请求一个网页的时候 那整个网页内容会给页面 会给页面 整个网页的内容 比如说 上面有html 那最下边也有什么 斜杠html 会给这个页面 而这个页面 整个html内容 整个这个html内容 会怎么的呢 会直接存到内存的 前端的 这个里边 document里边 document里边 所以呢 咱们通过document对象 就可以操作网页中的 每一个节点元素 所以呢 DOM里边的文档 指的document 那如果我在这块用阿解克斯 这块用阿解克斯 请求服务器端的 一个插门文件 比如请求 刚才那么 user.xml文件 然后 请求过来之后 怎么办呢 如果是文本字幕串的话 你还得截取 分个拿内容 那你不如不用插门文件了 所以我把请求过来之后 这个插门文件 干嘛呀 也放到内存的另外一个 比如说 叫 插门doc 这个对象里边 所以这个对象里边 存的内容 那就是这个插门文件的文本内容 所以通过它 也可以处理这个 按DOM的操作 获取这个插门文件里的 某一些标签啊 然后呢 通过标签名找到内容 之类的 通过节点的操作 来完成咱们数据的读取 所以呢 我们这块 就不能用RTML了 假如说我用 换成插门 你再看一下效果 刷新一下 加的数据 你看 就是一个对象类似了 看一下 输出也是对象 那是什么对象 也就是这个Data 我可以换一个变量 你更好理解一下 XMRDOC XMRDOC 你看一下 XMRDOC 那 这个对象 就代表这个 XMR文档 对象 所以通过道路操作 可以获取 对文档内容 任意增长改查 这个过程内存 比如说 我讲get 假如说 我这么去做 VR USARS 等于 XMRDOC 不是Document Document是整个网页的文档 然后 XMRDOC 里边 getElement ByTiger Name 通过标签名 哪个标签名 User 获取所有标签 然后我们看一下 里边一共有多少个User标签 它既然反过一个数组 那我就可以直接User4.LENGTH 好 我们刷新一下 对象类型 里边一共七个标签 刚才写的是七个 所以如果是请求插毛 因为R减克斯最后那X指的 就是处理插毛 当然了 现在当跟PRP配合 PRP和GIS配合的时候 现在都插毛的很少了 所以这也不是咱课程的重点 那 另外一部分就是走阶层的格式 居度 什么叫走阶层的格式呢 我们再改到一下 如果我们这块 假如说还是TML 这块请求的还是DEMO 这块请求的还是数据 DT看一下啊 还是我们弹出这个DT DEMO.PRP 改回到原来的程序结果 咱们平时传字无串 你不管输出多少 输出多少行 输出多少 到这边来都按成一个数据来做 都是一个字无串 你看一下 小心一下 直接到一行数据 有缓存 等一下啊 好 你看呀 数据都接接过来了 这是只当一个字无串过来 那如果有多个数据 PRP多数据怎么办呢 就像拿参数返回值一样 如果有多数据 咱们把它形成一个数组 比如说IR等于IRY 存一个 1的数据 是存的1 2的数据 存的是一行2 THRE3的数据 存的是一行3 那这样的数据 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把它变成阶层格式方的客户端 然后一样的客户端之间也能把它看成是GS的对象 那我们就需要使用 JSON 把这个数据转成阶层格式 因为像PRP有能力将数据转成阶层 加速对象格式 也能将JSON的格式转成数据 这是PRP有这个能力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只需要用什么 JSON 下滑线 这个函数 ENCODE 将这个数据一转 我们在这画就可以把数据转成阶层格式了 但是如果我直接也是输出的话 阶层格式就把数据变成一个字幕串 那我们现在这画是直接输出的情况 用RTML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加载数据 关注 等一下 关掉一下 因为浏览器请求同一个地址的时候 它是不会变化 看 是不是一个字幕算弹出来的 那如果我们这画 因为XML你不好处理的话 那JSON格式就好处理了 直接转成架速对象格式 那我现在换成JSON 弹出来的就是什么 你看就是对象 而我们直接想要里边数据 比如说 弹出 这个里边 它因为它就是一个返回那个对象 点1 就会 把第一个数据取出来 点2 就是加速对象格式 把第二数据取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你返回多个数据的话 就可以JSON的格式 1 2 3 就是数组里边 变成了对象中的三个属性 这是第一个参数 当然咱们的阿解克斯还有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也就是在这块使用 第二个参数 我们还是先 回到 先回到最简单的模式 请就 这个 那第二个参数 那第二个参数干嘛的呢 第二个参数是同步一步的问题 这块 不能说上面不能说一共有三个参数 是 第一个参数 可以有三个 值 那第二个参数 是波尔形的 真假值 如果是 存真值 就是一步处理的 如果存假值 就是同步处理的 那有的就问了 那什么是阿解克斯同步 什么是阿解克斯一步啊 来 咱们再画一个图 那你了解一下这个 这是阿解克斯 这是客户端 这是服务器端 如果比如说一个人在工作 他现在 需要一些数据 那想找阿解克斯去取 那这会儿创建了一个阿解克斯对象 然后他告诉阿解克斯到哪去取 怎么取 阿解克斯过来取数据 那阿解克斯取数据的时候 那 前端这会儿还可以继续工作 所以呢 阿解克斯去执行 前端这段继续工作 这种是两条路 就是一种一步的形式 那什么是同步呢 就是用户在工作的时候 也需要用阿解克斯去取数据 但是他必须得把数据拿回来之后 我借助阿解克斯拿回的数据 才能继续工作 这就是同步 也就是你必须等阿解克斯 把结果拿回来 我们才继续做 那这个一步的时候 是咱们经常用的 像咱们选音卡呀 分页什么的 这些都是用一步的 那同步的时候 也有用到的地方 同步的时候 比如说 咱们就拿 像这个 比如像咱们后边做的项目 假如说 注册的时候 假如说我这会来个idemine 我如果直接离开 那好吧 他这会用阿解克斯到服务器检测了一下 服务器他有没有这些用户名 如果有的话 就会检测同步 他是用阿解克斯 如果用同步的话 你看我输完之后直接点注册 如果是验证数据 用户名的微信的话 他肯定需要到服务器团去找 那如果用一步的方式 这一段到服务器找 还没等回来呢 我这边注册已经提交过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得用同步 怎么的呢 必须等他验证回来 我才能注册再往下走 所以呢 这是一步的和同步的时候 你参考参考这个点 就是是否要阿解克斯回来的结果 再比如说 咱们在一个网页里边 有几个DIV 然后这边有个DIV标签 斜杠DIV 然后 如果在这里面用阿解克斯通过DIV标签 去获取DIV 个数的通过比如说GS 那个节点去获取DIV的话 那有可能说我能获取到两个 那恰巧中间有一个部分 比如说我是请求服务器 服务器这端怎么呢 输出一个DIV 这块DIV 斜杠DIV 你看一下 服务器输出的也是输出一个DIV 然后输出这块我们把它放到这 放到这个位置 把服务器的输出DIV放到这 这块当然用阿解克斯去请求这个DIV 放到这个过程 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在这块通过Document去获取的话 比如说Document.getElementS ByTigerName 通过标签名去获取DIV的时候 如果阿解克斯采用异波的时候 那从上往下执行 获取到这个了 获取到这个了 不一定获取到这个 因为这个有可能阿解克斯去处理的时候 还没等返回来呢 刚走到这的时候 我这块代码 先执行这 又执行这 已经执行到这了 他还在路上没等到呢 所以你这会儿获取的DIV 不一定获取到这个 这就是咱们经常在写程序的时候 为什么说有些DIV获取不上呢 因为你DIV是阿解克斯传过来的DIV 阿解克斯传过来的DIV 有可能你就获取不上 有可能就获取不上 比如说咱们做一个实验 咱们试一下能能获取到啊 在这会儿 那我就把这几个 先删掉吧 斜杠 但有的时候速度快是很容易获取到的 比如说这会儿来一个DIV 里边一行A 斜杠DIV 然后再来个DIV 里边一行B 斜杠DIV 然后 这再来个DIV ID等于 1 斜杠DIV 就这边来个W 随便写一些数据 现在 我通过这个 Document. Document. VRDIVS 等于 Document. GetElements By ByTag Name 获取这样 获取DIV 咱只要看一下DIV个数就行 弹出一下 DIVS RENGTH 你看 现在在没有阿迪克斯的时候 它写现在有三个DIV 四个 一个 两个 这会儿少写了一个斜线 所以不应该是四个 是三个 三个DIV ABW 那 如果现在我换一种形式 比如说 我在这会儿 用 阿迪克斯 点 get 请求 Demo.PRP 然后 里边 Faction 返回来的DAT数据 现在我用它请求 这个DAT数据 然后 请求这块 在这里边 我在 服务器端 比如说组合一数据 来个 DIV 这块 哈喽 斜杠DIV 然后再 输出一个 比如说 服务器端 加两个DIV MMM 随便写几个字 斜杠DIV 然后把输出的DIV 放到哪呢 .get element by id 1 .in er html 等于 DAT 把输出的DIV 放到这块 我们先不获取的话 你看一下 刷新页面的时候 你肯定能看到 网页上有个错误 咱们看一下 这块 document.get element by ID by ID 或许ID是1的 DIR 等于这个 这块 刚才那括号 扩反了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块现在是 没有什么的情况 你看 Hello M 这都可以 那现在我获取个数 现在这里边已经服务器发过两个 现在是三个呢 还是五个呢 有可能三个 有可能五个 因为现在默认是一步传输的 那既然是一步传输的 有可能程序从上往下执行 这条代码执行的很快 那到这会儿再获取的时候 就获取到了五个 如果他稍稍一些延迟 执行的比较慢的话 他没等过来呢 因为他一步他去执行的时候 代码同时往下走 会执行到这 他没执行完 执行到这的时候 就会去三个 所以三个和五个 这是不确定的数 咱看一下 你看三个 这说明RX还没回来的时候 我就获取到 你看还没回来 还是W的时候 获取完之后 这才有 所以我想获取五个的话 我就让它变成同步 就必须下边在用的时候 得等到它的返回结果 那比如说 第一个变成同步 第二个 第二个 传个假值 相信 你看五个 因为我等到了什么 他返回的结果 然后再处理的 这就是都需要用到同步的地方 这是RX的 GET和POSE的需要注意的细节 包括咱们后边的这个项目中的这个自动验证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要是用一步的话 他就全面的回来了 那这个就不一定取到结果 下边有可能直接就提交就过去了 好多人在这块用的一些休眠去处理的 说我等他一秒钟 或者等他几十毫秒 你等有的时候网络延迟 你等那一秒时候不一定准确 所以我想做这么准确的 一定要理解RX的异步和同步 在什么场景应用 怎么用 当然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咱们这个 项目中的那个RX的同步异步的处理方式 这就是咱们阿杰格斯的基本应用 其实跟几块是差不多的 但是咱们唯一是自己封装了一个GS文件 在咱们后边项目中会用的 那这个文件下载量会很小 就是下载的数据会很少 当然了我这个没处理 因为咱们现在是学习阶段 让你来看懂原代码 最好是你把这个文件里边的注视 去到空格都去到用一些工具 这样的话这文件会变成1K多 会更小 那你使用起来就会比解块要强得多 所以RX不建议你说用传统的过程化的方式 你创建十步创建对象 然后几步处理数据 那就把RX用复杂了 所以就算你不快RX 你只要学习我给你提供的这个RX30这个GIS文件 也就是咱们这几个讲的方法 你完全可以用到RX的所有功能 所以建议大家怎么用 所以不要学那 不用非得去学那个理论的底层的东西 好 那咱们这几个RX的这个GIS文件就交到这 那下几个课呢 咱们会介绍这个RX在咱们项目中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RX评论呢 RX分页呢 如何让RX配合什么配合咱们的框架去使用 这节课主要是一些工具片 下节课主要是一些应用片 好吧 那我们这一课就交到这 好 谢谢大家 人生自古随无死 来生再学PAP 孙当作人爵 死一学PAP 垂死兵重金作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不学PAP 老大涂上飞 洛盈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PAP PAP 春远不学校 处处学PAP 在庭院做 李秘朗 在庭院学习 习习习 PAP 祝你寻他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PAP 祝你